阿姐爱上了一个穷书生,两人相约私奔,我碰巧撞见,心中悍然,将此事告知父母。 父母大怒,将书生赶出京城,自此了无音讯,阿姐也嫁于太子为妻。 谁承想,他登上后卫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我嫁给一屠夫,命他日夜折磨我。 临死前,他身着凤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里皆是恨意。 怪就怪你多管闲事,要不是你,我早就和周郎在一起了,我们该举案其眉,相敬如宾。 而不是和自己不爱的人在一起,日日独守空房。 重生醒来,我回到了阿姐与书生私奔的那晚,选择将此事瞒下。 金尊玉贵的小姐与一穷二白的书生,我倒要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能举案其眉,相敬如宾。 正文开始,小姐,你看,那是不是大小姐? 佩兰的声音叫醒我,我恍惚抬头看去。 夜色下,方妙猫着身子躲过几个丫鬟,消失在转角处。 这一幕太过熟悉,被折磨的那两年,我曾想过千千万万次,要是能重来,我一定不会追上去,一定。 如今,真的重来了吗? 我抬手在自己脸上凝了一下,疼,很疼,太真实了。 小姐这是干嘛,这都掐出红印子了。 佩兰吓了一跳,赶紧上前查看。 无事,我回过神看着佩兰,脸上有泪水滑落,就是喝多了头晕,阿姐真的在吗? 我怎么没瞧见? 佩兰心疼的给我擦泪水,天都暗了,许是奴婢看错了,小姐你也真是的,这掐自己多疼啊。 听着她喋喋不休地念叨,我轻笑出声,拉过她的手,确实疼,快回去给我上点药。 这一次,我不再多管闲事,但我金罪玉贵的阿姐呀,你真的能过得了苦日子吗? 周景算是家中的客人,她祖上与侯府友亲,恰逢进京赶考,囊中羞涩,便来投奔侯府。 父亲心善,虽说已几十年未曾来往,但她既求上门来,还是吩咐下人好生照顾,让她安心苛考。 哪知芳妙竟与她暗生情愫,周景一招落榜,便怂恿芳妙同她私奔。 前世的我因为睡不着,在亭中喝酒,就那么巧,看见了鬼鬼祟祟祟的芳妙。 我一时兴起跟了上去,想着吓吓阿姐,结果吓到了自己。 芳妙和周景拥在一起,两人互诉中长,躲过下人,在茫茫夜色中从后院离去。 我吓傻了,彼时,宫中以下只册封她为太子妃,离大婚只有一个月时间了。 这时候她与人私奔,岂不说对家族女眷影响有多大,就是宫中恐怕也不能善了,轻则夺绝,重则。 考虑到这些,我当即将此事告知父母,母亲气急攻心晕倒,父亲大怒,让人将他们抓了回来。 周景被捆着打了一顿,芳妙一命相逼,才让周景没被打死。 父亲到底是心疼她的,最终与书败商议,只将芳妙关在祠堂毁过,又让人将周景赶出京城,威胁她在出现在京城,便让她家破人亡。 自此便没了周景的音讯,而芳妙在不久后嫁进东宫,风光无两。 两年后,皇上驾崩,太子登基,她成皇后,我由衷地为她高兴。 结果,她做皇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上元节设计让我落水,又让一个屠夫救了我。 众目睽睽之下,为了家族名声,我要么落发出家,要么嫁给屠夫。 母亲哭红了眼,本想让我在家中的小佛堂出家,大不了不嫁人。 可芳妙一道一指,说我和那个屠夫是天赐良缘,逼得我不得不嫁。 那个屠夫日夜折磨我,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我嫁亲的阿姐会让我嫁给这种人。 一直到临死前,身着凤袍的芳妙,屈尊将跪来看我,那个屠夫谗媚地跪在她脚边,我才明白,一切都是她受益的。 阿姐,为什么呀?我撑着一口气不甘地询问,我是你的妹妹。 我们一母同胞,感情极好,她知书达理,待人宽厚和善,不应该是如今这样的。 怪就怪你多管闲事,要不是你,我早就和周郎在一起了,我们该举案其眉,相敬如宾,而不是和自己不爱的人在一起。 芳妙眼里恨意汹涌,我天天独守空房,你知道我这两年是怎么过来的吗?都怪你。 我那时才明白,原来她一直记恨我将她和周景私奔的事告知父母。 芳妙有些癫狂,她亲手将匕首插进我的胸膛,声音冷漠,要是有下辈子,别多管闲事。 芳妙失踪了,下人从她枕头下翻出一封信,信上说她和周景两情相悦,太子不是她的良人,她也绝对不会嫁给太子的。 母亲看完信就晕了,父亲怒不可遏,让人去把芳妙抓回来,可这种事毕竟关乎女眷名声,芳妙又身份特殊,自然不敢大张旗鼓,只能私下寻找。 佩兰忍不住问我,小姐,昨晚那个人不会真的是大小姐吧? 要不要告诉老爷?你昨晚看见了? 我转过头,目光忧深。 佩兰听我语气不对,马上改口,夜深了,奴婢也看得不真切,许是哪个吓人。 我心中意识酸涩,佩兰五岁到我身边伺候,对我忠心耿耿。 前世我被屠夫折磨,她想要逃出去通风报信,却被屠夫溺死在井里。 我当时被铁链锁着,就离她几步路的距离,亲眼看着她被推下井。 佩兰,昨晚我们什么都没看见,知道吗? 我不放心地叮嘱她。 知道了小姐,我什么都没看见。 佩兰虽然话多,却明白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半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我尽心为母亲施急,提及没找到的方庙我却闭口不言。 前世我及时告诉父母,才把他们抓了回来。 这一次,等父母发现她不见了,人八成都出城了,要再想找到方庙,那无疑是大海捞针。 就是苦了父母,父亲每日哀声叹气,母亲更是以泪洗面,汤药不断。 终于在一个午后,父亲将我叫到书房,他勾搂着身子站在书架前,低声询问我, 显儿,你愿意嫁给太子吗?我俯身行礼,女儿愿意。 方庙跑了,可圣职以下,总得有人去嫁。 而我是最好的,能代替方庙的人。 我和方庙在江南外作家长大,半年前刚回京城,我们都不喜欢交际, 因此见过我们的人并不多,就算见过我们,也未必能分辨出来。 毕竟我们是双生姐妹,长了一张一模一样的脸。 半个月后,大婚,我在喜娘的搀扶下走完流程。 坐在东宫的洗床上时,我还有些恍惚,这一次我没有嫁给屠夫, 没有沦为全京城的笑柄,周围人都在恭贺我, 在没有鄙夷嘲笑,一切都不一样了。 太子萧民在众人的起哄中掀开盖头, 这是我前世今生第二次见她,见眉心目,眼角微红,似有罪意。 上一次我见她是在刚回京时,母亲带我和方庙进宫拜见皇后, 她刚好从皇后宫中出来,我们避开行礼,她问候了母亲两句。 我和方庙偷偷抬头去看她,事后还打去方庙好福气, 萧民一表人才,看着也和善,日后定是会好好待她的。 时过境迁,嫁给萧民的,竞成了我。 喝完浇杯酒,挥退工人,萧民伸手抚摸我的脸, 我微微低头,脸上是恰到好处的娇羞。 今日真是辛苦太子妃了。 萧民的手很烫,顺着我的脸颊往下, 落在脖梗处的衣襟上,反复摩擦着那处。 我脸上控制不住地泛起红韵,不辛苦,都是切身分内之事。 萧民轻身靠近,我感觉到她呼出的热气喷在我的脸上, 只觉心跳如骨。 你不是芳妙。 萧民还保持着轻身的姿势,说出来的话却让人如坠冰窖。 我脸上的红韵煞时退得干干净净, 交叠在裙上的手紧张地握在一起,声音依旧温柔。 殿下说笑了,切身不是芳妙是谁。 萧民动作轻挑地拨弄我的衣襟,你们两姐妹确实长得像, 可我记得你姐姐的脖梗处有科制, 之前你们进宫正值夏日,衣衫单薄,姑看到了。 我脸上的笑有些维持不住, 这位太子未免有些精兵过头了, 不过匆匆一面,居然就看出了我和芳妙的不同。 殿下,我还想争辩两句,又被太子打断, 他重新做直了身体,气质金贵, 不过姑不在意你是不是芳妙, 只要姑今日取得是芳妙就行。 自然,我松了口气,脸上重新挂起笑容, 弃君之最方家,可承受不起。 圣旨上写的是芳妙,太子要取得是芳妙, 那今日嫁进东宫的就一定是芳妙。 你比你姐姐识趣。 萧民对我的回答显然十分满意,姑喜欢识趣的人。 殿下过奖了?我恭敬地开口, 切身伺候殿下就请吧。 萧民没动,自顾自地开口, 东宫有一位良帝,是孤心爱之人, 希望太子妃不要为难他。 我知道萧民说的这位良帝,姓陈, 是萧民辱娘的女儿,两人青梅竹马,感情甚度。 前世方妙就十分不喜欢他, 我临死前他亲口说过的, 太子眼里只有那位陈良帝, 他日日独守空房, 每到那时,他就格外地想念周景, 也愈发地恨我,恨我坏了他的姻缘。 既然是殿下心爱之人, 切身自然不会为难的。 我和方妙不同,他要爱, 而我只要权势地位。 萧民文言更加满意了, 你放心,该给你的尊荣, 姑不会少了你的。 那切身想向殿下求阴点, 我抬头对上他的目光。 萧民来了兴趣,太子妃想求什么? 孩子,我目光坚定, 补充道,我想要殿下的嫡长子。 萧民失笑,轻身上前, 那太子妃可得争气点, 早日替姑生下嫡长子。 烛火摇曳,红浪翻滚, 仪是以你。 新婚第二日, 我同萧民进宫请安, 回到东宫又开始处理事务, 等收到辉州来信时, 已是半个月后。 方妙失踪的第二天, 我趁着家里乱, 暗地里找了一个标诗, 让他快马加鞭去周景的老家, 盯着他们家的一举一动。 我展开信, 信上说他跑死了两匹马, 赶到周景老家, 正好碰上周景的老母亲搬家。 他找人稍微打听了一下, 村里人都说周景要取侯府千金, 周老太是去京东享福去了。 他一路跟着周老太, 却见周老太并没有去京城, 反倒是去了 灰州州城的一处三进院落住下。 半个月前, 周景带着方妙也住了进去, 两人对外说是夫妻。 这周景一到灰州城就结交好友, 频繁参加师会, 方妙则是在家尽心侍奉婆母, 唯有两次出门, 都是为周景和周老太 添置衣裳鞋袜。 还真是孝顺啊, 我捏着信纸的手紧了紧, 父母十几年的疼爱 都没有让她如此孝敬, 这佛口蛇心的周老太 倒是让她尚赶着伺候。 佩兰心疼地拉过我的手, 太子妃别伤了自己。 我松开手, 信纸落入火盆中, 火蛇舔过, 不过片刻就只剩下灰烬。 佩兰, 你回一趟方家, 可以给二小姐发丧了。 之前忙着婚嫁, 自然不好办丧事, 现在半个月过去, 正好。 当晚, 方家二小姐, 太子妃的亲妹妹方贤病逝, 因是为嫁而伤, 丧事办得很简单, 并没有在京中掀起什么风浪。 我在东宫的日子过得十分顺心, 皇后性子还算温和, 不会太过为难我, 各宫娘娘都是有眼力见的。 至于那位陈良帝, 听说身体不好, 一直病着没来请安, 萧民除了睡觉, 空闲时候都陪她去了。 标师再次来信的时候, 我正在命宫人收拾东西, 准备下江南, 准备去亲眼看看方妙。 说来, 这还是沾了陈良帝的光, 皇帝要下江南, 萧民随行其中。 陈良帝听说此事后闹着要去, 他身体不好, 经不起舟车劳顿, 萧民当然不会同意。 我趁机禁言, 让我也跟着去, 会替他照顾好陈良帝。 萧民想要两天同意了, 至于皇帝那边同不同意, 那就该是萧民操心的事。 临行前, 我又收到一封雕师来的信, 打发了宫人, 拆他信一看, 厚厚地一答。 说周景最近出手阔绰, 俨然一副豪族公子作态, 结交了不少狐朋狗友, 红颜知己, 其中就有春华楼的头牌少要姑娘。 至于方妙, 终于在百忙中抽空向外祖母递了败帖, 只不过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我猜他应该是还有些余钱, 所以至少没闹上门去, 只是递败帖。 佩兰十分忧心, 要是老夫人到时候见了大小姐。 我和方妙同在外祖母膝下长大, 她向来疼爱我们, 方妙再哭诉一番。 放心吧, 外祖母再疼她, 也不会把整个家族都搭上的, 况且还有舅母呢, 舅母就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也不会让方妙乱来的。 方家就两个女儿, 一个在宫中, 一个在棺材里, 她现在跳出来说自己是方妙, 是要把整个家族送上死路, 到时候可就是大家都想要她死了。 识趣点, 方妙就应该安安分分过好现在的日子, 再不要回来。 可惜, 她既想要心心念念的爱情, 又想要过富贵安逸的日子。 世上哪有这种好事? 车马一路南下, 我与陈良娣相处甚好, 她是个病美人, 性子温和, 不争不强, 倒是有些出乎我的预料。 毕竟前世方妙, 没少说她的不是, 那些话竟是与她半点沾不上关系。 不过这与我而言倒是好事, 我没想将精力用于后宅, 只想坐稳这个位置, 赶紧生下笛子。 行驶两月, 一行人终于在晖州停下, 因为陛下染了风寒。 这倒是便宜了我和陈良娣, 她长在晖州, 闹着要跟来本就是为了重游故地, 我和太子去为陛下事急, 好不容易才抽出空去见了外祖母。 外祖母见了我很是激动, 说起方妙, 只是抹泪, 说她糊涂。 我安慰了外祖母, 看她睡下才离开, 舅母一路送我, 小心试探, 前些日子有个人递了拜帖来, 说是想见老太太。 舅母, 外祖母身体不好, 还是别让她老人家见外人了, 至于说了不该说的, 舅母看着处置了就好。 舅母脸色总算好些了, 娘娘明白就好, 你那几个姐妹这回正说亲呢, 家里要是闹出什么事, 总归不美。 之前我正为了这是为难呢, 有了准话, 我也放心了。 说到底, 这是方家的事, 没有方家人开口, 她怎么好插手? 我点点头十分赞同, 我相信舅母。 说话间也到了府门口, 我正打算上轿, 耳边却传来熟悉的声音, 想, 是方妙, 我转头看去, 她正被几个侍卫拦着。 今日出行带的人并不多, 但好在个个都是心腹好手。 大胆, 哪来的贱民, 静兰贵人的车架? 佩兰面对那张脸, 脸不红心不跳的赤马。 我心中暗暗点头, 不错, 这段时间东宫的嬷嬷将佩兰调教得真好, 这要是换成以前, 佩兰肯定慌了神。 听到贱民二字, 方妙的脸色变了又变, 以前只有她骂别人贱民的时候, 什么时候轮到别人这样骂她了? 妹妹, 我是方妙啊, 是姐姐。 方妙没有理会佩兰, 急切地表明身份。 放肆。 旧母沉着脸呵斥, 太子妃只有一个妹妹, 已经病逝, 你是什么东西, 竟敢来着冒充我们家表姑娘。 太子妃。 方妙正住, 不敢相信, 她怎么会是太子妃。 我给旧母使了个眼色, 旧母了然, 和佩兰带着下人走远了些。 听说你想见外祖母, 你想做什么? 我笑容满面地开口, 不会是想要外祖母接近一下你现在的生活吧? 今日方妙身上穿的衣裳虽然是云紧, 但有些旧了, 样式也并不实行。 这样的衣裳, 换作以前她看都不会多看一眼的。 方妙脸上的尴尬一闪而过,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成了太子妃? 你顶替了我? 不然呢? 我反问, 难不成等你和秦郎的苦日子过够了, 再回家哭一场认错, 然后嫁给太子。 你把太子和皇家当傻子了? 想要就要, 不想要就丢开。 方妙脸色更加难看, 小妹你怎么能这样说, 我和周郎是真心相爱的, 我们肯定会长长久久, 恩爱白首的。 我冷笑出声, 那你现在来找外祖母干什么? 不去陪着你的周郎。 周郎他想打点一下, 谋个一官半职, 也好养家糊口。 妹妹, 既然你现在已经是太子妃了, 那你能不能帮帮他? 方妙说得理所当然, 他现在好歹也是你姐夫了。 谋官, 想得挺美, 怕是帮不了你了。 我捏着帕子的手紧了紧, 自己想办法吧。 我甩袖离开, 拼着身后荒谬的叫喊声, 心里毫无波澜。 回到别院, 我便吩咐了佩兰, 让她想办法替周景和灰州秦之府暗中牵线。 这位秦之府我还是听肖明提起的, 肖明对她不是很喜欢, 说她能力一般, 贪财目视, 偏还很会拍马屁, 讨得皇帝开心, 去年将她从京中外调来灰州做了之府。 肖明眼里容不下这种人, 可如今倒是可以利用一二。 佩兰的动作很快, 不过两天的功夫, 周景的好友就在一场赏花宴上, 将秦之府引荐给了周景。 秦之府见了身穿流光景, 头戴美玉冠的周景, 对她的才华十分欣赏, 赞了又赞, 还说她落榜尾时可惜。 周景十分激动, 回家后就开始窜夺芳妙, 给她拿银子打点, 芳妙如今哪来的银子啊, 家里都快吃不起饭了。 无奈之下, 只能将他们现在住的宅子卖了。 因是急着脱手, 价格压得非常低。 让旧母安排一下。 涉及烟花之地, 我如今的身份插手, 不被查到还好, 万一露出蛛丝马迹, 就不太好了。 可旧母不一样, 她娘家是辉州的大族, 这点小事交给她绰绰有余。 从前旧母最疼芳妙, 如今却是恨死芳妙了, 生怕她乱来, 到时候整个家族都得给她陪葬。 没两日, 辉州有名的肖金窝春华楼 就闹出了大事。 周景拿了卖宅子的钱 准备去贿赂秦之府, 谁承想路上偶遇的好友 居然告诉她, 春华楼的韶妖姑娘 今日要拍卖初夜了, 要她一起去, 周景一栋根去了。 两人喝了两壶酒有些醉, 等拍卖开始, 好友便明里暗里地说 韶妖姑娘命苦, 今日要被一个老头子拍去了, 要是有人能救她于水火, 肯定能得她亲眼。 周景被这么一击, 直接豪制千金, 拍下了韶妖姑娘的初夜。 这是被传作佳话, 非一样地传到了方妙的耳朵里, 一大早就冲去了春华楼找周景。 刚和韶妖姑娘春风一度的周景正 沾沾自喜呢, 被方妙一闹, 只觉失了颜面, 两人直接打了起来。 结果也不知道是谁打翻了烛火, 一下子就烧了起来, 两人都被烧伤了, 周景只是烧伤了手臂, 可自佩莱说到这有些犹豫。 我心中明了, 方妙怕是被烧到了脸, 舅母最害怕的就是方妙那张脸, 如今皇上正在晖州养病, 要是方妙顶的那张脸发疯就不妙了。 现在没了那张脸, 大家都能放心了, 一个毁容的疯子说的疯话, 谁会信呢? 我倒是不担心方妙会来别院闹事, 和皇帝一起出行就这点好, 护卫的人不仅多, 身手和脑子都不差, 方妙怕是刚靠近就被拿下了。 我让人叮嘱了舅母小心, 外面的事千万别让外祖母知道。 可千房万房还是没房住, 外祖母身边的一个下人曾受过方妙恩惠。 方妙找上她, 她便将这事告诉了外祖母, 外祖母连夜将受伤的方妙接到府中照料。 我知道这事实, 正在和萧民为皇帝是急。 等忙完, 匆匆赶去看外祖母已是傍晚, 舅母出来迎接, 说起这是恨得牙痒痒, 那个丫鬟是府中家生子, 一直老老实实, 实在是没想到。 对这些事我并不关心, 外祖母身体如何? 不太好。 舅母叹气, 一听这事就病了, 大夫说是急火攻心。 等看到外祖母, 她正在喝药, 脸色苍白, 咳嗽声不断。 仙儿, 外祖母没说两句就哽咽出声, 你姐姐。 我没有姐姐, 只有一个早要的妹妹。 我打断她的话, 外祖母弃君之罪, 我们承受不起。 事已至此, 谁都没有回头路可走。 外祖母闭上眼睛, 梁九才到, 我看过她了, 脸毁了, 闲儿, 放了她吧, 如今的她没有威胁。 你们姐妹俩都是我膝下长大的, 我怕是日子不多了, 我只求留她一条命就好。 我低头沉默良久, 最终点头, 好, 我听外祖母的。 从屋里出来, 我去了方庙以前的院子。 屋里只点了一根蜡烛, 昏暗的烛光下, 方庙静静地躺在床上, 脸上裹着白布条, 看着有些害人。 听到声音, 她转过头来, 看到我的瞬间, 她眼中迸发出强烈的恨意, 贱人。 都是你, 你敢毁了我的脸, 皇上不会放过你的, 皇上不会放过你的, 她这是, 也重生了。 看着被佩兰挡住的方庙, 我微微歪头, 哦, 姐姐你也回来了, 真是太巧了, 都是你, 你害我。 方庙有些癫狂, 该嫁给太子的是我, 我是太子妃, 我是皇后。 可如今我才是太子妃, 你难道要顶着这张毁容的脸, 去做太子妃? 我的目光, 在她裹着白布的脸上打亮, 露出一抹嫌弃, 从你和周景私奔开始, 你就回不来了。 方庙跌坐在地上, 伸手想要摸自己的脸, 又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 手停在半空中, 抬头看向我, 痴痴地笑了起来。 方贤, 你以为你嫁给太子你就能幸福? 我告诉你, 太子爱的只有那个陈良帝, 你就等着日日独守空房吧。 我蹲下身和他平时, 你脑子里是不是只有情爱? 你有想过家族, 想过父母吗? 父亲没有儿子, 家族这一辈的子嗣都自治平平, 方家百年士族, 不能在父亲手上没落。 母亲凭借和皇后的交情, 父亲也做了很多努力, 才让你给选太子妃。 他们做这一切, 不是为了让你去享受情爱, 是为了养育太子的继承人, 是为了家族后辈。 可我凭什么要为了家族付出这么多? 我也是人, 方妙歇斯底里的好出生。 且不说家族锦衣玉食养你这么多年, 这是你该回报的, 做太子妃可是你自己选的, 你忘了吗? 我冷眼看着他疯狂。 13岁那年, 母亲问过我们, 谁愿意嫁给太子, 不是你抢着说要嫁给太子的吗? 母亲说你性子不适合宫中, 让我去, 是你哭着闹着, 非要让母亲选你。 方妙愣住了, 她性子好强, 从小到大什么都想要最好的, 什么都想争一争。 对于这件事, 她完全没了印象, 而那次争抢, 于她而言, 也不过是她人生中无数次争抢的其中一次。 我站起身, 眼中有泪落下, 问出了我前世今生最想问的话, 你对我心狠手辣, 是我多管闲事, 我认了。 可姐姐, 你和人私奔的时候有想过父母吗? 有想过皇家怪罪, 我们都会死吗? 方妙冷哼一声, 将我从小丢在外祖母身边长大, 还口口声声说爱我。 既然爱我, 那为了我的幸福, 他们牺牲一点又如何, 我这也是向他们学的。 我讽刺一笑, 为父母感到寒心, 我们是双生, 生来体弱, 父亲为了我们言请名医, 却效用不大。 直到一位数师上门, 说是江南风水养人, 可保我们平安长大, 父母这只能狠下心, 将我们送到外祖母家养育。 母亲每隔一年便会来江南看望我们, 有什么好东西更是第一时间送来。 你和人私奔, 母亲大病至今为好, 父亲更是为了寻你日夜奔波, 你怎么对得起他们一片爱女之心? 这些是方妙一清二楚, 但她从来只装作不知, 只怨恨父母将她丢在江南十几年。 方妙听不进去, 挣扎着想要甩开佩兰的前置, 放开我, 大不了我现在回去, 我回京城去。 你回不去了, 永远都回不去了。 我整了整衣袖, 挂上和善的笑容, 刚才外祖母说, 让我留你一条命, 我答应了。 姐姐,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 记住了, 这一次是你自己选的。 方妙呆住了, 有些害怕, 你什么意思? 外祖母不会的, 母亲, 还有母亲, 母亲知道了, 不会放过你的。 我最后看了一眼方妙, 轻笑道, 你放心, 父亲母亲不会知道的。 父母如今只当他死了, 知道内情的人也不会多嘴的。 方贤, 你不得好死, 你以为太子是什么好人吗? 你…… 后面的话听不清了, 下人将他死死按住, 一碗药枝灌入他嘴里。 我转身离开, 舅母提着灯笼, 在小路上等着。 劳烦舅母亲自在这儿等我, 这种事不好让太多人知道。 舅母说着有些自责, 说到底还是我没处理好。 我停下脚步, 两久才开口, 我答应外祖母留她一条命, 我在晖州留不了几天, 皇上身体好些, 就要启程继续南巡, 剩下的事就交给舅母了。 我明白, 你们都是我看着长大的, 我也是心疼的, 她做出这种糊涂事, 本该一早就要了她的命, 现在放她一马, 全盗了了这场骨肉亲情。 我沉默不渝, 舅母对她还有一点亲情, 所以没在大火中要她的命, 只是毁了她的脸, 让她不能生死。 而我, 要让她经历一下我的痛苦, 死了才是便宜她了。 七日后, 皇帝继续南巡, 历经四月后回京, 回京不过半月我便被查出喜讯。 母亲来东宫看我, 她病了这么久, 如今总算好些了, 我也能放下心。 最近萧明很忙, 皇帝南巡期间病了一次, 回来后也隔三差五的生病。 她是太子, 自然要为父是吉, 我怀的这个孩子因是太子的第一个孩子, 地后很是重视, 便免了是吉。 我怀孕五月时, 东宫的一位周宝林也查出有孕。 当晚, 萧明便来告诉我, 那个孩子生下来后, 我打算报给陈良帝养育。 文言, 我拿笔的手一顿, 忽然想起方妙的话, 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 若是那周宝林没有怀孕, 你会不会把我的孩子给陈良帝? 话一出口, 我惊觉自己失言, 刚要请罪, 就听萧明说道, 太子妃端庄得体, 宽宏大量, 嫁进东宫后并无过错。 你生下的孩子, 不论男女都是嫡出, 没有报给别人养育的道理。 我仔细分辨这话, 她说的是实话, 不会将我的孩子报给别人养, 可这是因为我宽宏大量。 说明白点, 说我有容忍之量, 善待了陈良帝。 那前世的方妙呢, 她处处和陈良帝作对, 没少为难她, 她的结局是什么? 被萧明去母留子吗? 外人都说, 萧明偏宠陈良帝, 这何止是偏宠? 我斟酌着小心询问, 陈良帝知道, 殿下要将周宝林的孩子给她养育吗? 到时候, 周宝林是留还是不留? 不留, 她喜欢孩子, 那个孩子没了生母, 在她身边长大, 才会将她当成亲生母亲。 萧明随口说出的话, 十分冷漠。 陈良帝与我青梅竹马, 更是为了下水救我, 才会损伤身体, 不能有孕, 我得给她一个孩子。 我挂起笑容, 柔声表示明白。 几个月一晃而过, 我生产并不顺利, 疼了两天才生下长子, 皇帝在病中, 听说后给她取名萧绩。 月子里, 我收到旧母来信, 外祖母病逝, 她命人将方妙双手打断, 给了一笔钱, 将人送回周景家中。 周景当初在春华楼闹出那种事, 事后害怕被要赔偿, 连夜带着老母搬回村里去了。 周景看着被送回去的方妙, 毁了容, 还成了哑巴, 十分嫌弃, 但一听说有银子拿, 她又换了副嘴脸, 笑嘻嘻地将人留下了。 她以前看待方妙漂亮, 又有家事和钱财, 对她是百般讨好, 如今嘛, 是非打即骂, 恨不得在她身上, 将曾经的产妹讨好加倍收回来。 周母本来也是个刻薄的, 见她成了方家的妻子, 当然不待见, 每日里也就给口饭吊着她的命。 至于带着方妙, 利用她的身份闹事, 根本不可能。 舅母暗中派人盯着, 但凡他们有一点苗头, 马上就掐灭。 周景和周母明白这一点后就安静了, 但对方妙就更加恶劣, 觉得都是她客夫, 才会让周景没有大展报复。 我将信纸烧掉, 安心哄孩子, 心中不由地想到了方妙前世的话。 举案其眉, 相敬如宾, 真是一场十足时的笑话呀。 周宝林生产那日, 皇帝驾崩了。 萧民忙着处理后事和登基事宜, 我趁机将生产完的周宝林送出东宫。 她临走前抓着我的手泪如雨下, 太子妃都说父母爱子, 则为之际深远,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会护住她的, 对吗? 我抱着她的孩子, 点头, 放心, 我会的。 周宝林被送上马车, 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萧民登基后, 我被册封为皇后, 萧姬因为年纪小, 并没有被立为太子。 倒是陈良帝被封贵妃, 她养育的公主也是被一再加封。 对此, 我并无任何意见, 萧民爱谁都可以, 我只要我和儿子的位置稳固就行。 同样的, 只要我不碰她的底线, 该是我的, 她不会少了。 萧姬六岁那年, 她正式被封为太子, 也是这一年年尾, 我收到旧母的一封来信。 芳妙和周景死了。 周景这几年无所事事, 爱上喝酒, 喝醉了就打芳妙, 周母对此根本不管, 有时候心情不好, 还跟着一起打。 这一次也是一样, 可等周景打累了睡着了后, 芳妙居然用嘴咬住了一块碎瓷片, 直接将周景割吼。 周景没挣扎两下就咽气了, 芳妙也直接撞墙死了。 母后, 你在看什么? 萧姬抱着书跑进来, 我将信纸扔进火盆, 抱过她, 没什么, 不过是不相干的事, 你今日怎么这么早就下雪了? 今日夫子和父皇都夸我了, 特许我休息半日。 萧姬稚嫩的声音在耳边回荡, 我的目光看向火盆中的灰烬。 前世今生, 所有的恩怨, 在这一刻终于有了了结。 往后, 世事如意, 岁岁安宁。